明珊 明珊 明珊,我出去看看 明珊,快出來看看 出大哥我先來的 明珊,我出去看看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我想拐了她 無關我事的,我不是和尚 我還是要做這段行為 我家裡教不出田稅 你都把牠拿走 快點拿這間家裡 有沒有要的 不是和尚 我自己還不是和尚 拿這間家,我和尚 你沒有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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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和尚來的 和尚來的 你不是和尚, 和尚 和尚, 他不是和尚 他沒有頭髮, 還不是和尚, 騙我嗎 你們誤會了 他只是被和尚終於上山做苦工 所以才會剃頭 是呀… 你就早點說 剛才你怎麼做? 我告訴你們, 你們不相信 謝謝 謝謝 你想客氣 我走了 你去哪裡? 我不想到的, 和尚 我想你還是不要走來走 你這樣正如走空 而被人有誤會, 你是和尚的 不如這樣吧 你可以去我家暫時給一避 不好意思 不要緊, 走吧 大師, 別睡了 大家 我慘了 我都睡不著 你到處找東西吃 在船房什麼都不能吃 大師 不要緊找師傅的東西, 請我吃 你看著神台, 神台有東西吃嗎 大師, 不用衝動 我只想看看你, 百元神有沒有東西吃 在以下肚子 不是想咬你的香道 我都很尊重銅散的 那麼… 大師, 打擾了… 大師, 我現在才看 原來你的身材很健美 你看 大師… 哇, 兩隻手瓜 真是… 像老鐵一樣 咦, 心口這麼壯 你怎麼練的 大師, 你同心未敏 所以跟我玩宵明, 好嗎 就陪你玩 宵明呀, 宵宵明呀 宵宵明呀 左左右… 好啦, 玩了很多 大師, 我怕玩得多你上人 大師做透, 好嗎 大師, 按阿彌陀佛 大師, 按阿彌陀佛 八頭 大師, 我跟你玩玩而已 你不能說到你 雙手這麼重 你… 你… 大師傅 師傅 你怎麼樣? 你收了腰筋嗎? 我的腰筋很悶 子忍呢? 你收到哪裡?快點給我看看 快點 驚天地一無鬼神師傅 如果我把我摺摺過程告訴你 我包你也感動得哭 好啦, 過程不要說了 子忍在哪裡?給我看看 摺不到我敢回來嗎? 你用大力的公子打我 我讓我馬上伸手出去 摺腳 手手重傷 在哪裡? 這麼明顯你看不到嗎? 你的手指在這裡 這麼小, 簡直連痕都沒有 我辦法找個完整的回來 好, 拿那個籃子過來給我 你現在休息一會兒 等一會兒再拿一個原者的指印回來 師傅 我不是應該先醫好 首先給你這個箱再接過嗎? 你這麼小的箱 等我拿完指印回來才一起醫 師傅 你把我的胸口給他打吧? 人在胸口裡是最清楚的 幫我看著火 我要送藥去方丈那邊 休息完好去吧 我把他打下去了, 大哥 好像我煮中煮的湯補身 先煮一碗 這麼苦啊, 藥來啊 你煮湯嗎? 哎呀, 師傅拿了去 方丈, 藥煮好了 趁熱喝是最好的 黃飛鴻 聽說你的醫術會通中世 我想看你第一道醫我的藥 是什麼藥 豬肉湯 哎呀, 那個阿榮 怎樣啊, 黃飛鴻 方丈的病症奇大 所以用的藥 一定要奇藥對奇症 所以啊 那是什麼呢? 我找個小僧來試一下 有沒有一些不好的反應 不必了 我正想跟方丈說 如果用豬肉來做藥癮 煮成豬肉湯的話 那個病就會很快就好 但是如果方丈介意的 我現在就會 嘿, 等等 出家人身無一物 豬肉湯能治病都算是藥 我喝了它 方丈, 小心啊 好熱啊 雖然難喝點 但是為了病也要喝 對了, 黃師傅 這種藥還要吃多少劑呢 一劑就夠了 恐怕都再沒有第二劑 方丈 有什麼困難 這個病除了是藥療之外 可能還要 還要什麼呢, 黃師傅 還要跟方丈你換血 換血? 黃飛鴻 你不是將來做實驗嗎 自古以來哪有換血這種醫術的 換血是一種西方的療法 只要找到同一類型的血 就可以跟它換 何況方丈病了這麼久 換血是最快最徹底的一種療法 只要在最中找到跟你同一類型的血 就一點危險都沒有 不過, 方丈如果不相信的話 我可以找一個人來試給你看 黃飛鴻 我不是怕 我是怕萬一我如果有一次上來 方丈一職懸空 少林之上上下都會大亂 換不換血 方丈可以再考慮 但是事不宜遲 最好方丈能夠 命全子的僧人 每人給一滴血給我 等我發現過之後 就知道哪一個的血型是跟你一樣 嗯 好, 我都很想知道 哪一個人的血可以和我混合 黃飛鴻 我答應你 明天中午之前 全子的人每人給一滴血來 看豬肉當又不是我拿給張滿飲的 又罰我 以前都那些一個人做事兩個人受罰 今次阿七不在這裡, 正是罰我 死人七, 都衰鬼七, 都落了身 死人七, 仲息慶柔 不用人質 對了, 念完經還要偷骨灰 施主, 你去念什麼? 我們貴士 你有你念, 我有我念 你不念, 你不碰, 我不碰 來, 回來了 娘, 七哥回來了 回來了 你回來了就對了 煮肉湯剛剛好, 來, 趁熱喝 媽媽, 七生 很香, 媽媽, 先喝吧 熊仔, 你明天不要落田 記得想邵林芝交給他租金 你們要交地租給邵林芝嗎? 邵七生是邵林芝的地界 我們租地的當然要交租 我們這幾年修成也不一樣 邵林芝不像以前一樣 這麼接近我們的村民 而且他們經常派人來 要我們做各樣做各樣 如果我們不做 又說我們不顧邵七生的前景 你做不如做得那麼多 這幾年我們的村民 每個人都顧著照顧出家人 幫他們移山填海 連自己的手工位都做不切 你真的過得很艱難 不過坦坦地還可以補到豬肉湯 我就是怕你不出關門 全怪我們這些屋子 這間屋子對我來說已經很好 我日後做員工回來 又喜歡通飲 好像神仙一樣 我讓給 師父, 被人發現了 我... 有 大師, 今天來有甚麼指教 康毛睡不著, 出來逛逛 剛好見到一個蒙面大肥佬到處走 見到他好像進了這間房 怕他影響黃師父你煲藥 所以故意來看看 大師 大師, 他是我的徒弟 如果得罪之處, 我會教訓他 不用大師操心 正說在全靈閣 那個肥佬無面黑的人被我打傷了 而整個少林子只有榮哥一個這麼肥 為了表示清白 還要叫他脫衣服給我看看他有沒有傷痕 我們大家這麼熟, 無謂令我難做 你傻的 無謂令你難做, 你要脫衣服給你看 我正在發燒的 發燒? 發燒你會黑衣黑褲包到陷來睡覺嗎 我們寶芝粒已經發燒了 我們寶芝粒已經發燒了 就像黑衣黑褲褲睡覺來到局漢 你想看我拿去看嗎? 好, 我就除了給你看 看得夠了, 有看 有看 癡 爛傷了 能夠證明榮哥你真是清白的 那就最好了, 黃師父得罪了 大師萬行, 一定要善真 大師萬行, 恕不遠送 阿榮 師父 子忍呢? 拿不到仲甘回來嗎? 什麼? 子忍在這裡? 他庫鬆 這次我真聰明 把牛骨藉在身後 你真是被他打死, 你看 骨都打脫了, 師父 師父 子忍, 果然 跟虎忍禪師的傷勢一樣 厲害 還有骨灰呢? 拿回來 來, 你包起來 骨灰呢? 金剛紙也證實了 現在需要的就是大量的童子血 師父, 這個我幫不了你 我早就知道了 怎麼知道? 看你額頭的顏色就知道了 什麼顏色才不是童子? 你自己照一下鏡子 你的顏色不是跟我一樣嗎? 找到了, 黃師父 找到一個人的血 跟老師的血一樣 黃師父 不過我驗出血有毒的 有毒? 是啊 那一定是方丈 那怎麼辦? 其他人有沒有? 還沒驗完 不過剩下的不多 那還有希望 快點找 找到 一個可以輸血給老師的人 是戒律院可鑑的血 那怎麼樣? 毛巾 方丈和大師的血是不是一樣? 是啊 好, 這件事就交給我們解決 準備跟大師做手術 方丈, 這位弟子的血型是跟我一樣的 我現在就注入我的身體 部份會亂有個充滿 父亲 正要問你是否又不是 是師父 去死了 是呀? 邱祐, 你把你努力… 這樣你可以放心 黃菲蒙果然是名醫高手 好啊,就幫我安排換血 對了,不知道誰的血跟我一樣 只有一個,可鑑大師 可鑑? 方長 可鑑,你借血給我沒問題吧 問題不大 黃師傅,是不是只抽你剛才那支那麼多? 辛苦大師,一碗就夠了 黃師傅,是不是用骨灰粉敷在老師的筋骨裡呢? 是呀,沒錯 這次手術,大師可能會出很多血 那些血,我已經用中藥跑過 可以維持兩個時辰,都不應付 我現在要去方丈,和方丈輸血 一個時辰之內就會回來,不然血就沒用 阿榮 黃師傅 準備好手術器材,我去方丈那裡很快就會回來 一定 廢師傅 嘩,榮師主,你拿豬肉刀出來做什麼? 豬肉刀?手術刀 手術刀有這麼多的嗎? 嗯 我撕仁手術刀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又要醫方像, 又要救我老師 黃師傅趕不趕得及? 手跟 手跟 榮施主, 噴增毛巾 手跟毛巾有什麼分別? 當我來沒變而已, 何必這麼執著 你躺著躺著, 看到我眼睛都花了 我批著手指甲, 手都批著給你 對不起, 榮施主 不要再走 黃師傅, 黃師傅, 方全突然嘔吐 你快點看看他 好, 我去看看 怎麼樣? 差不多夠時辰了 血也是, 再不然血也壞了 沒用 那怎麼辦? 行, 你師傅就驗驗日食 是, 黃師傅而已 他還沒有消息了 你拿著我的名 那現在怎麼辦? 救命 來吧, 遊賓而已 遊賓 你以為我豬肉明, 浪得虛明, 我拖了很多豬 大家情主 你家人和豬 阿榮 師父 大師他 你放心, 手術已經做好了 照你吩咐 把骨灰倒在筋骨裡面 毛巾好爺 看著百科傳書照著做 連傷口 然後包袖好了 你睡得多舒服 幸好你手術與其進行 都算順利 我也沒給你約 你用什麼麻醉大師? 麻醉? 什麼? 我還知道喝醉, 師父 那不是很危險, 很痛嗎? 那不是很痛嗎? 他真的很勇敢 從頭到尾都沒有 他只是開始下刀底下 有一點反應之後 就一直都沒有出聲了 什麼反應? 我下刀就… 亂搞一通 都算幸運 麥博穩定 這不是很好的嗎? 不是很好的嗎? 不是很好的嗎? 你招求我, 天方, 師傅 老師, 老師 大師, 大師, 老師 想不到當日我派你去西湖 如今你用西方的衣術來救我 總算我當日沒有做錯 沒有跟我們有希望 老師, 是這位黃師傅 他用中國的衣術配合西方的科學 將你救回來的 他才是我們的希望 怎麼是你們的希望 全中國人的希望 太嚴重了 只要大師沒事我就安心 真是想不到 當年一個雨臭眉乾的小子 如今 演成一個不驕不悲的大英雄 大師過長 我記得你當年曾經說過 人如狂海, 喜樂無常 窮瘡萬里, 展翅飛鴻 這句話真是令我受益不淺 少林大業 苦我平, 餓我根棍 我手腳雖然是醫好了 但是發不了力 我已經是一個廢人 非熊, 既依我 亦依空子 想不到少林的一場風 竟然由你一手獻起 是禍是福 就要等時間來解答 拿一碗來 師父 打山打牛 大師, 藥包好了 想不到我的功力還未復原 兩顆少林金剛木柱我都搞不定 大師, 你放心 喝完我師父這碗藥 我擔保你馬上康復 快要你再重攤 阿榮, 小心 大師得盡 好藥的手快 豈不是浪費了這碗藥, 師父 經過黃師父的醫術治療 憑增的功力已經恢復實促 大師, 喝藥 阿榮, 不得無禮 聽到, 師父 大師 我放手了, 你抓緊 既然大家這麼高興 不如做一盆遺棋助興好嗎? 黃師父 方丈, 請指教 哈哈哈哈, 客氣客氣 請, 請 浪費了你精神, 我都不會下棋 唉, 我就領捉蟲了 黃師父 你那邊炸, 我們移開一點 不用了, 夠錯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何以隔山打吐? 黃師父 你是客, 我是廚 你用黑紙, 我用白紙 你用黑紙 我用白紙 哈 這混蛋是麻煩啊, 我按住他 阿榮, 別 好啊 我不信我不夠你大力 好啊 好啊 高手過招那段非同凡響 看得我心難嗎 師父 不知為何人敢鬧我 吃飯比賽鬥多 不得在方丈面前無禮 退下 是 師父 想不到黃師父的耐力 和武功躁危都這麼深 不知道黃師父可不可以 和我們少林子的武功切磋一下 給我們少林子有個心得 黃師父 不知想不想面 大師國長 切磋不敢當 不過大家可以共同研究一下 那太好了 如果黃師父能夠多留幾天 既可以切磋武藝 又可以看見少林子選舉掌門 方丈想退位嗎 唉 自從我患了這種暗病 恐怕傳出去會影響少林子的清語 所以我決定這幾天 要令立掌門 至於立掌門的方式 我已經想過了 我要打破傳統依撥相傳的方法 我要少林子上下刀投票 算出 誰手助當選就可以接入 方丈這種隨舊形身的舉動 實在值得在下敬佩 好 謝謝你 七哥 家裡有個男人的光 藍手真好 七哥 你的褲子爛了 我幫你補回去吧 不用了 我喜歡這些 來吧 過來 不要緊 不用了 很快的 你站在這裡我拿針線 不用了 不好意思 甚麼不好意思 七哥 不用了 不要緊 你站在這裡就可以了 你怎麼沒意思 你站在這裡 不站在這裡嗎 阿張,我們站在這裡 怎麼了 方便吧 進來吧 不如說 完成了 不怕妨礙你 不好意思吧 甚麼好處 明哥 我進去倒杯茶 謝謝你 阿嫂 阿嫂? 甚麼阿嫂? 不用我講得明白吧 玩到這樣的地步 還不叫阿嫂嗎 我 不提你 嚇壞人家 你不要褲子 你嚇壞我 這麼快就褲子 來 就是人家心甘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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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廢話說 是否師傅叫你拿來褲子 師傅 我特地替你上足樓吃荔枝 免得吃貧人 阿嫂,喝茶 謝謝阿嫂 來,先拿點東西 好 喂 我收了 茶就喝夠了 這樣就走 走了 有話要跟你說 叫我走 坐下 好 我特地告訴你 少林姨就要選舉下一屆的方長 現在最有資格做方長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你老友 就是佳麗院的可教 我再提這個人 不是我老友 見他和把他和我 知人恩怨我不管你 另外一個就是我老友 就是支選可超 你知道我和可超的關係非常良好 如果可超做了主持 我們就長期和少林姨 訂一些特產回去佛山買 那我發達了 你發達而已 是我明白的 我這麼沒義氣 我發達就算你了 兄弟 我這份人是最知足的 粗茶淡飯兩測 那我落散 那你一個人出口 你安樂得過了 你看 一個女人 擔心頭髮 多辛苦 還要服侍到你舒舒服服 你不敢做出人做老婆 怎可以 老婆 我十萬多一撇 現在不是一撇 遲些是一撇 遲些是再多一撇 再遲些是再多一撇 再遲些是千萬一撇 再遲些是千萬一撇 不掉了 你倆在說甚麼? 甚麼千萬一撇 不得好 這件事一七解釋得最清楚 我沒空我先走了 再見… 朱榮… 這肥子越騙越走 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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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事一晚都弄傷了 看 沒事 你沒事 先電話吧 七哥 明哥買了這麼多東西來 你喜歡吃甚麼 我弄給你吃 隨便 沒所謂的 我 那我進去弄 我 他叫一聲而已 鬼叫七都站不穩 難道我真的動了情 沒有 人家說 野草燒不盡 春風吹有心 好像這棵樹一樣 不修剪就會枝枝多 方長 你只要是一個粗人 你講得這麼深 我…我…我真的不太明白 現在少林子選舉 雖然是全紙投票 在候選三位裡面 只有你讀知識院的何超 管轄弟子最多 所以可能得票最多 但是我們介略院 整天情界的弟子 他們未必會選我 知識院是管理善食 和對外採購任務刑 和弟子的關係非常之友好 少林子就好像盤栽論的泥土 知識院 是盤栽論的樹 不斷地開枝散業 而佳麗院 就像這把剪剪 沒有這把剪剪 盤栽又怎麼成大氣呢 方長 那我應該怎麼剪他們 你一定要樹立自己的威信 現在生下王蟲為王 你看一下 我明白了 我發動寺裡面的弟子 全力消滅王蟲 推動肖室山村民捉蟲計劃 我們要每個村民 每一個十五隻王蟲 回來交給我們 那些王蟲不是很快消滅 戒倫院就可以樹立威望 果然是領導人才 方長過獎 我只是依方長的展示辦事 你在這裡幹甚麼 展賠災 Singer 我脾氣就會 Extra 我脾氣就會給你 別人 我脾氣都不會給你 我脾氣都不給你 你 freuen 老蟲, 你們更慘, 為何做得這麼順盡 那是甚麼事?臭和尚 還說我? 要不是你們的和尚要批評我們 每天每天都要監視和尚 要不夠數, 要去挖錢 我們就要去做和尚 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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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打了, 你們真是不像樣 為了這些和尚, 你們打生打死 這些小孩在我身上就不會被捕 怎麼會做和尚 喂… 給我… 給我… 很醜, 很噁心 當然噁心, 這蟲我下了一隻四個吐出來的 也不是和尚 甚麼? 這蟲不是蟲? 總之有蟲交數就行了 你們三個蟲交數吧 荒謬, 粗蟲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消滅害蟲 如果以為了交數, 你會反殖他們 簡直是本末倒辭 其實他們是迫不得已一時不同的 如果和尚繼續這樣做 我們再荒謬的事, 我們都會有膽去做 阿七, 回來了… 你現在上上的少林子跟你在圖門說 死了, 我們都不會放過 是呀… 我不是和尚, 師妹都不能上去 你不可以的 我不是和尚, 師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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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妹 師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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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妹 師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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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妹 和尚, 師妹, 師妹 師妹, 師妹, 師妹 我還說吃真的不吸飽 我吃了一個時辰, 師妹, 師妹 榮哥 大師, 在做宵夜, 師妹, 師妹 不用客氣了 你們好東西, 吃一餐就行了 習慣而已 是呀, 榮哥 你又看見世面多了 我帶了一個東西給你過目一下 看看, 別想 挺不知的 有錢也要放官價, 真是多威風 不知道有沒有用 放官價很值錢的, 當然有用 多多也有用 我有很多 是呀 我只是想幫巴少林子的香油錢 那你價錢我就不知道 我幫你價價, 過兩天就告訴你 是呀, 但是老實, 我就要收拾勇 因為坦白說, 我們不是自己人 不是自己人的意思 因為你是出家人, 我是世俗人 那世俗人幫出家人做事 我們的規矩就是 收了幾個勇 就代表我們幫人做事的誠意 所以我的規矩就是四六均像 少林子俗四成, 我俗六成 至於大師的份 就是添多少私人的香油錢給你 沒問題吧 沒問題, 阿翔 不, 我不知道 明哥, 怎麼說就好 好, 我先放在這裡 放心, 爛裝我賠給你 你真的要小心點 一定… 那我先告辭 好, 再見… 先吃一碗小碗飯 誰? 是我的正心 等一會 大師, 甚麼事? 明哥, 你想怎樣? 想… 想甚麼? 你說的那些公仔是嗎? 看不出你白癡, 挺快的 不過又不用太心急, 大師, 來 我的飯一口都沒爬進去 你去追我吧, 坐下一起吃吧 不, 不用客氣了 剛才我給你那個公仔, 你先拿出來吧 你這麼緊張, 你不是偷回來的嗎? 罪過… 我只不過想拿回來 隊隊的那幾十個公仔, 同不同嗎? 我這樣說, 你等一會兒我拿給你 好 公仔呀公仔, 公仔… 誰這麼傻, 沒拿進來放在廚房 卷… 師叔 手 是 大師 大師, 你無緣無故來查甚麼? 我懷疑你偷了少林主的全子寶物 現在來搜查證據 是, 你說偷就好, 我沒有偷 好, 隨便查, 隨便搜 師叔, 你兩句不查過 這些查證我用錢給你們支宣賣的 我有單據, 我拿給你看 別走, 單據 志士園自己, 教師幫生意 這些都是證據 我用錢買在齊擺在那裡 我懷疑我把佛像在那裡… 甚麼像? 我懷疑我把家的佛像拖我來擺在那裡 我豈不是本死刑? 繼續搜 好 老爺, 那個禁像不是放在那裡 不是被你害死的 找到了 幹嘛是少林之寶物 你砌我生豬肉 豬肉榮 現在人贓並獲了 無法抵賴 把我們的少林寺鎮子之寶拿出去變賣 出家人不達狂言, 你有沒有亂說話 你現在不用說那麼多 帶她回去戒律院審問 是 審問? 我不知道少林寺有這麼多規矩 這些不是叫做規矩, 這些叫做戒律 犯了戒律就要接受審問 如果你真的沒做過 怕什麼跟我回去戒律院, 都很清楚 什麼都不怕 你也好, 要等我師父回來 不用等你師父了 你師父已經在戒律院膽恩你 不用幫我老爸 找到師父來想我, 我都還沒怕 帶他走 你帶我 我自己走 我師父呢? 你師父不在這裡 你們騙我又說我師父在這裡 你看看 這封信是靜心告發你和知事院主持 搞私房生意的自發書 我不識字 靜心, 你告訴我 外出人不要說謊 現在是我審問你, 不是你審問我們 靜心, 封信是否你寫的 是 朱玉榮是否和可超主持 偷賣少林子的古董在外面賣 是 是你的聲音頭 你們這些和尚三萬人 甚麼都你們都說了 我何時和可超大師賣古董 我玩的齊盤是全部有單有據的 我廢所你們 是 朱玉榮, 我看你最好還是合作一點 如果你肯轉做我們的證人指控可超 你還可以將功贖罪 荒謬 我朱玉榮走得正是絕對會無辜任何人 靜心, 你說清楚一點給榮師主聽 是 榮哥, 其實我不可以容忍 寺院主持何超的行為 他中飽師郎搞官制宗了很久 所以我就告發他 那為甚麼以前不告發現在才告發他 因為…因為選少林掌門 何超是候選首座之一 我們不可以容忍他做少林掌門 我原來選新的掌門人 那你也應該是候選的首座之一 這件事與選掌門無關 總之你肯跟我們合作指控可超 我卻保證你無罪 還可以繼續做你的生意 黃師傅 糟了… 朱玉榮出事了 何… 戒律院說, 朱玉榮和知事院的主持 假公祭師, 中飽師郎 靜心還出來指證 說他…貪污行賄 說他…偷…偷了少林寺的寶物 這個阿榮 怎麼會無緣無故學人去賄賂 一定是你惡古中 空節的魔掌已經生出來了 飛鴻, 你要走的 不行, 我要去看看阿榮 阿榮 哇, 連黃電的氣氛 我都沒見過和尚這麼認真 你這個和尚想不給我做證人 好, 待會你說什麼呢 我特地跟你說一句話 看看你怎麼跟我 方丈甘安 方丈甘安 宇控可鑑, 控告知事院手座, 多項罪名 第一, 縱容院內弟子, 不守戒律, 走後門, 疏通關係 第二, 執法不力, 使少七山民區修成受損 少林良夫團糧大減 第三, 假攻制施, 暗途施利, 勾結族民, 中飽施羅 可鑑, 現在人之物證都有齊, 你應不應追 可鑑, 平時戒律院, 官條無理, 我都未和你算帳 少七山下搞這些竹蟲運動 搞到山下俗人叫苦連天 每人要每天交十五隻黃蟲 個個成日去竹蟲, 還必有時間去收割 少七山下收割受損, 少林子的良好當然大減 那還不是黑狗咬人, 白狗有嘴 還說我假攻制施, 中飽施羅, 正確在哪兒 可鑑, 你還這麼厚眼, 傳證人朱玉榮 八月初七, 證人朱玉榮 你是不是用一百兩銀和芝士園手助可鑑 買了些土產和茶葉啊 怎麼還不出聲啊, 朱玉榮 你怎麼神經, 我不是姓朱 我姓林, 叫林世榮, 你是不是傳出證人啊 方氏, 傳黃飛鴻 師父, 朱玉榮, 你沒事吧 這個和尚頭, 朱玉榮, 你師父也是這樣叫你 你還不想不認 我師父可以叫我朱玉榮, 你要叫我林先生 阿榮, 任鄉隨眾, 不要在方丈面前無禮 黃飛鴻, 你是凡事, 讓師父站在一旁 方丈, 不好意思 朱玉榮, 你是不是跟可超私底下談生意 交易少林的產物 交易少林的產物就沒有, 談生意就有 你認罪了嗎 不過談生意不止跟可超, 跟你也談過 混帳, 跟我談什麼三意 還說沒有, 你給我錢叫我做證人 就砌可超生主了 讓我沒機會跟你競選掌門人 對, 朱玉榮, 真厲害 閉嘴 黃飛鴻, 你怎麼救我徒弟 這件事和我師父無關, 要審就審我 蔣換人 當日我徒弟鬼腳七失蹤 我查問過少林各個有關的報名 但是音信全無 由於擔心徒弟的安藝 所以我很心急 就叫大徒弟阿榮 拿點錢去疏通打探消息 既然搞到現在這樣的地步 要怪就怪我 但是有一點, 少林皆率如山 難道可以隨便失蹤一個人嗎 我的徒弟鬼腳七, 在少林失蹤了這麼久 到現在為止, 仍然音信全無 還有, 佛門是最廣告恩果 那現在這個惡果, 是由誰造成的呢 黃飛鴻 總之你疏通支持願就有罪 疏通的意思是, 你方便我, 我方便你 我疏通是罪的, 你也有罪的 你明知故犯, 你也有疏通過我 還有你的竹蟲運動, 假如笑逝殺天勞人勞 你說我有罪, 你就更加大罪 好了, 可教 我現在撤銷你主控職位 你也是被控人 但是, 當日你親口批准到快樂竹蟲運動 你還教我剪盤載的, 閉嘴 我教你剪盤載, 是你六根未正 我想用剪盤載, 令你領悟時機 甚至你顛倒是非, 乘機弄拳 還假存我口令, 在民間搞運動 現在還在這麼多人面前, 加著在我身上 可愛一心一意再悟 立即扣押可鑑可招 輕則禁錮盧奴虎盈 重則挑起根盟廢墟武功, 逐出少林 容後再審 想不到, 這樣一下子可以脫去兩大院的當權人 競爭了門, 就沒有屍豪威脅 真是一聲 黃師傅 大師, 我想求見方丈 掌門人在搞選舉的事不在 他吩咐過過兩天才見黃師傅你面目 但我想明天就離開少林寺 所以我今天特地來向他告辭 這樣啊, 掌門人說過 少林寺受黃師傅這麼大的恩惠 傳子上下都要向黃師傅拜謝 黃師傅明天要離開 我通知全師兄弟在大門寶殿和你道別 這樣麻煩大師當我向方丈交代一下 我會留下一封信給他 善哉, 善哉 善哉, 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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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師傅 方丈 我們是來告辭 準備回佛山寶之林 時間過得真是快 你都上了來整個月的日子 不知道這次一遍 竟然才可以再見 可不可以容許老衲有個要求 如果是在下能力之內 並當盡力而為 那當然是黃師傅的能力之內 其實當日連病之際 你已經答應過 就希望黃師傅在少林之日 你將少林的武功 以變出來的功夫 跟我們少林弟子切磋一下 讓我們少林的弟子見識見識 所謂出自少林, 歸於少林 黃師傅 你不要反悔 善哉, 師傅的漏打 善哉 既然已經答應 在下絕不食言 不過權來權和 最重要的是點道即止 如果有人受傷馬上同止 不知道方丈意下如何 善哉善哉 你們還不多謝黃師傅 多謝黃師傅持久 各位客氣了 請多多指甲 方丈, 不知道要怎樣切菜 比試分開三關 分三日進行 三日?我們今天就要走了 少林是武林正宗 黃師傅都不能太輕視 害怕到時黃師傅希臘不計 彼此就不能夠公平 切磋就不能順利進行 只要這樣看 我們還是要多留兩日 師傅 唯有劍機行使 第一關是對決 第二關是兵器 第三關是內功 黃師傅的對手是 戒律了可鑑大師 可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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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諒在法律上加盡緣 我身為掌握 如果一旦失去衛傷 少林就會大亂 為了少林 唯有這樣犧牲你 可鑑 你原諒我 既然形勢是這樣 我不會埋怨你的方丈 只要我在少林操守大決 可鑑 你一定可以奪回清白 掌門 我還可以嗎 這次的內斂 是黃飛鑑來了少林寺 令少林寺上上下 都被外人祭肘 人人見到都咬牙切齒 如果可鑑 你能夠用武功打敗黃飛鑑 你馬上可以在少林寺 再算立威償 這樣 我可以向眾手助廣正 挽回你的身份 替你洗去罪名 我鑑你誤力低 我怕像展培災一樣 領悟錯了方丈的時機 放心 你自然不會你一個人上陣 還有金剛堂的可政大師 和羅漢堂的可政大師 你不這樣做 就真的會被挑起根本 逐出少林 你這麼多年來的修為 就會一招負諸大海 你想想 好 我打 比武開始 黃飛鑲 接鑑 我打 你在哪兒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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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 大星 黃飛鑫聲 你們輸了, 小林子 可鑑大師, 得罪了 師父, 你遇到可鑑幾下都挺厲害的 你呢?整個手都癒了 我明白是點到即止的 看不出可鑑的衣服 我這樣招招致命, 手是給攻擊力的 再這樣打下去, 必有一傷 只是打不還手, 消耗體力更大 所以我今天費了這麼大的力氣 就是為了不想中空節的詭計 令兩虎相憎, 必有一死 明天給兵器, 不一定有個死 刀來見王, 比拳藥更加危險 飛鴻, 我有個想法 當年我打過木人行, 我對木人行很熟 你跟我過來 你老師有沒有搞錯, 叫我師父打木人行 打木人行, 找特木老打得了, 用不著我師父打 你怕你師父會不輸? 傻的 我師父紅袁正正一道中師, 怕什麼木人行 趁我師父不起 那不如打少林子十八同仁陣吧 打同仁也是打同佬, 有什麼不威 你隨便打金, 有沒有金人? 但是少林子沒有金人陣 那不如老婆說, 要有金人五百個金人 我師父也不怕打 方長 黃師父, 我們可以開始了 方長, 這場武功比試恐怕刀劍無銀 最後有一個提議 只要用自己的兵器來切錯, 什麼方法都可以 黃師父, 你儘管是 我有一個提議 師父, 我想了一晚 既然高手過招 一定要想一個最高難度的比試方法來比試 才有意思 我想到的方法就是手、口、腦腰同時兵用 這個方法就是, 包子砸三盆兩盛 我師父讓你出拳 阿榮, 包子砸比試也有輸的可能 不如我們請方長跟我們比試 我派你出賣一定贏 我就贏了他, 贏了他 你好, 苗條嗎? 再吃, 大家就把你當大肚伐的功夫 方長, 比劍肯定會傷及對方 少林子, 牧人行, 魅民天下 如果在牧人行裏面各自用劍鬥法 誰先出牧人行, 那個就是人 這樣不就更好 好, 好辦法 牧人行分金木水火土 各有各個外面 不過黃飛鴻, 你是愛傳足家弟子 沒有打過牧人行 你考慮清楚自己 好, 師父 在下考慮清楚, 多謝方長關心 嗯, 那就一言為定 打牧人行